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代著名的建筑工匠 创造发明家 古代的木匠们 都称他为祖师 四毛 在干嘛呢 鲁班 来得正好 我的桌子坏了 请帮我休息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好了 大功告成 谢谢鲁班 凡是做木匠 都懂得搬妻和搬母 这两个名词 我也知道 一个是鲁班的妈妈 一个是鲁班的妻子 其实 这两个词有更多的意思 所谓搬母 它不是指人 而指的是 做木工活 在画线时固定岸头上的那个小钩子 搬妻也不是指人 而是指在推袍时 将木料顶在一端的卡口 说起这两件木工小用具 就要引出一段 古代中国美好夹缝的故事 鲁班 我的柜子做好了吗 在这呢 你看看 哇 又快又好 师傅 别的木匠 一个活要做一天 你怎么半天就做好了 这个工具与异应的关系 我的锯子 斧子 都特别快 所以 事半功倍 原来是这样啊 这其实也是普通的斧头和锯子 怎么一直都是这么快呢 母亲 儿子 你怎么醒了 是不是母亲声响太大 吵醒你了 我的工具那么快 原来都是您连夜劳作 把他们磨礼一心 母亲看你白天劳作太累 不忍心你晚上还要磨礼工具 所以就帮你弄一下 谢谢母亲 我在家里干活 母亲是我最好的帮手 儿子 母亲要是能为你做更多的事情 就好了 谢谢母亲 没有关系 我可以的 这线怎么卡住了 如果用一个钩子固定在一端 将磨线勾住 不就可以腾出手来 帮儿子干更多的活吗 儿子 母亲有个办法 有了这个钩子 在做活时 就不必再请母亲拉磨线了 哇 好赞的方便啊 都是母亲的功劳 此后 人们为纪念鲁班的母亲 就将这个钩子称之为班女 那班妻呢 班妻是我的妻子 云士 鲁班的妻子云士 也是一位出色的工匠 是鲁班更为重要的助手 娘子 帮我抵住 每当我用锯或吹刨时 就需要妻子抵住木头的一端 你累不累啊 要不要休息活下来 我在想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在木岸的一端 定上一个坚硬的铁卡 使木料紧紧地被卡在卡口里 这样一来 木箭不再随便移动 也省了用手去扶 既节省了人力 又安全可靠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来试试 你看 是不是成功了 娘子 你真是 一个人的成功 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勤劳 专一的家风 是我成功的关键 你的儿子 是不是也学习武将啊 我的孩子聪明伦俐 在他十五岁的时候 我问他 孩子 你已经不小了 想干着什么 我要去学种地 种地不错 读种地就没有饭吃 不行支持你 于是 我送他去农民家里学种地 一年后 儿子回来了 父亲 种地太累 我不想干了 那你想干什么 我要学织布 织布好啊 不织布 就没有衣布穿 于是 我把他送到一个支架那儿 去学艺 一年后 他回来了 支部的工作太忙 我觉得没意思 你想干什么 我想学木匠 但木匠也好 没有木匠就没有房子住 于是 我把他交给我的大徒弟张班 去练三年斧头 没错 一年后 他又回来了 木匠我也不想当了 为什么 要求太严 活也太苦 师父心 怎么个引法 虎法 虎法 师父正挑戴截子的梦头让我砍 要求我砍的平容镜面 汪的花亮 上边原来下边方 师父从早到晚不让我闲着 但我早也砍 晚也砍 刮风下雨都要砍 还让我把腐霸磨出凹 腐润磨偏牙 手上老姐又开花 你看多严多苦多狠 那好 从今天起你就别吃饭了 因为你不想种田 从今天起你就别穿衣了 因为你不愿意织布 从今天起你就从这屋子里搬出去吧 因为你不想当木匠 我磨损了一箱的斧子 你连一把斧子都没有磨到这种程度 就不想干了吗 想学到东西 就得刻苦地去练 不下苦功夫 什么也练不成 给你这三把斧子 拿去练 骨霸儿赚不出凹 不认磨不到顶 就别来见我 是 夫妻 我就是一步一步培养他自主 自立的精神和能力 这就是五官的家教 谢谢五官 光明半山学员 再会 今天的中华文明之美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家教家风系列 明天十九点三十 请继续收看中华文明之美 孝顺父母 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海儿永远不忘您的养育之恩 百善 孝为先 明天正眼 明天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